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10月15号 礼拜六的第三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单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哈萨克首都 阿斯塔纳进行外访 他在出席完亚洲商会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第六次峰会之后 见记者的时候说到 俄罗斯没有必要再对沃克兰进行大规模的攻击了 而对于预备役人员的动员令 也都将会在两个礼拜之内结束 目前没有再打算进一步扩大动员的计划 第二单消息 英国的《卫报》报导就说 西方国家除了在台面上 谴责普京的核威胁不负责任以外 台面下也是着手已定计划 以防俄罗斯真是对沃克兰动用核武的时候 各国会爆发恐慌或者是逃难潮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记得 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普京的最新宣示 他就说 俄罗斯没有必要再对沃克兰进行大规模的攻击了 因为大部分的指定目标都已经被击中了 俄罗斯是无意摧毁 在乌克兰的 普京还说 对于预备疫人员的局部动员令 将会在两个星期之内结束 而且也是没有进一步打算扩军的计划 而普京也是重申 俄罗斯是愿意进行谈判的 但是他就要求 如果乌克兰都愿意参加的话 必须要有国际介入调解才可以谈 目前普京的态度 明显就是比过去那半年以来 都是软化得多了 先说他说不再大规模攻击乌克兰 这些无非就是推堂支持 因为基本上来说 俄军在战场前方的作战能力 完全就是比下去了 连一些冷战时期 甚至乎是二战后期的战备 都拿出来用 派发一些报废的生售的枪支 给那些预备役的人员 上前线来去做炮灰 这些全部都是有报道 有实证的 而且很多那些俄军 临时拉夫上阵的 纷纷是打去乌克兰的投降热线 打爆的 所以在常规的作战来说 俄罗斯是没有赢的机会了 故此他才说不再大规模攻污 那你还怎样能够大规模攻得到呢 对不对 那你就只能够是通过一些远程的武器 摇距攻击 包括是凶杂 射飞弹 但是 在上个礼拜 克里米亚大桥发生了爆炸 坍塔以后 俄罗斯是曾经作出过报复的 就是对 乌克兰首都几乎进行了凶杂 射飞弹 甚至乎射中德国大使馆那座的建筑物 但是又如何呢 他只能够射向一些民用的目标 那些不能动的 毫无反击之力 放在那里任他射 他才射得中 一个军事目标他都做不到 那所以呢 上一次那个报复行动 无非就是垂死挣扎来的 那至于普京就说 这个的征召后备役的局部动员令 两个礼拜之内接触 没有进一步的动员计划 就是反映了 这个所谓的局部动员令 是严重加剧了 俄罗斯国内那个的厌战 和反战的情绪 是直接激发起有部分的民众 走上街头反对普京 而且有差不多成一百万的民众 由于是不想上前线做炮灰 于是乎呢 就是到处向周边的国家流传 包括呢 是逃难到去格鲁吉亚 去芬兰 去蒙古 总之呢 周围走 那这个对于俄罗斯的经济 又会进一步的受损呢 因为你削弱了那个劳动人口嘛 而且那帮还滞留在俄罗斯的民众 如果你继续去玩这个军事动员令的话 他们就只会越来越反感 那就会引渡了有部分的人 转化成为潜在 叛乱的分子 那帮人你谷得他太过行的时候 那帮人啊 索性是把心一横 走去揭杆起义 做俄罗斯的陈姓吾广 因为他们心知肚明 如果上去前线的话 战场的前线 就是实死无生 他们走去揭杆起义 都可能是九死一生 所以那些人到最后会适得选 当然普京就不想走到这一步 我们之前都有分析过 因为现在根本上 最动摇到他的权力稳固的 就不是说其他的国家 或者是乌克兰 而是他国内那帮反对他的民众 那帮才是最动摇得到他的地位 那个潜在的力量 他要稳住这帮人 不要作反 所以结束动员令 不是说怕着那些人去死 如果那些人去死 又不推翻他 他会做得出的 因为牵涉到权力的稳固问题 好了 至于现在的核战危机 是不是减弱了呢 我认为是的 因为你看到他的态度是软化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质疑 普京说的东西完全信不过 他这个人是没有信用的 对我同意 至于有些人就会质疑了 究竟普京现在是不是玩一招 叫做以退为进 兵不厌诈 利用时间换取空间 扎加伊就说 埋桌一起谈 要求国际介入调解 找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过桥 找他发动这个调解 请乌克兰过来谈 乘机其实背后 就继续生产军备 继续来到去 恢复俄罗斯的军事战斗能力 他会不会这样做呢 他一定有这样的企图 但是实际上 他是做不到 什么出样 因为俄罗斯的军需品的生产能力 已经被西方国家的围堵和制裁 大大削弱了 他只能够向一些 他认为是友好的国家来买 包括向伊朗买无人机 向朝鲜买这个弹药 当然朝鲜就割了一只 说没有了 是不是 那有没有向大陆买呢 现在就未有确实的证据了 是不是 好了 所以他能够重整得到军备的能力 都是很弱的 而与此同时来到说 乌克兰也都不是说 坐在那儿就守旁观 就此 就是忽袖而去 继续在前线那里有作战 是有这个 一个的胜利出现的 是有光伏到一些乌克兰的领土的 这件事是继续行进的嘛 所以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他会不会搞这些花样呢 我认为他会搞 都搞不了什么出样的 因为他现在的态度真的软化了 就和之前呢 利用这些所谓假的和谈 来拖时间很不同了 普京是需要真真正正 找一个下台阶 现在很明显的了 这个态势是 有些人就说 喂 现在这样来到去和乌克兰 进行和谈 那乌克兰会很洩脱的哦 那我也同意的 所以这个就要尊重乌克兰 以及站在他背后的美国 到底怎样看这件事呢 如果他们都认为是需要 埋台谈的 那也都是只能够尊重他的意愿 因为其实一场战争来说 到最后无非就和谈而已 除非你说将对方灭国 你说乌克兰军队 去攻陷聖彼得堡 攻陷莫斯科 甚至乎攻陷到海参威 将整个俄罗斯联邦收皮的 除非你说这样而已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需要一场和谈的 那当然在和谈里面 大家就要谈了 到底那个条件是怎样呢 到底是不是有些国家 需要作出战争的赔款呢 是非说基于普京作出的核威胁 然后乌克兰或者美国 就去脚远妥协 跪下来去谈的 这个谈是普京知道自己 在常规战争里面打不赢了 他也都暂时看来是无意 将整场东西提升到一个层次 就是变成了核战争 所以要埋桌谈 这件事我就不反对了 如果你说 因为怕着他用核武 就好像有些KOL那样说 你再不谈 再不和谈的时候 就会核战的了 核冬天的了 这样就恶够了 因为你是基于他 握住核弹 然后你脚远跪下 这个谈基本上就不是谈 基本上就是你去到 别人提出什么条件 你都只能够尽量妥协而已 现在不同了 现在乌克兰的筹码大了很多 谈谈就谈 谈不上核弹的时候 他可以再打过又行 或者可能谈得完又不期 但是就不是再基于 怕着普京 哇你射核弹了那样东西 现在很明显不是的 所以我不会说 对于这件事有什么抗拒 这个是尊重乌克兰自己的意愿 这个最重要 如果习联司机都说 需要和谈的 你没可能说 抗日持久的战争 打十年二十年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要向普京发放了一个错误的讯号 就是乌克兰 怕着他使用战术核武 而走去埋桌谈的 不是这样 现在很明显不是 只要没有发放了这个错误讯号 其实我对于这些事没有什么所谓 始终都要和谈的 是不是 不是那些无辜的民众 就死得很惨 其实两国都是死得惨的 俄罗斯说那些不惨的 当然有些主动说要挑起战争的那些耗战分子 就快点去死了 是不是 我又一向反战 好了 至于说普京他现在是不是寻求一个下台阶呢 是 因为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 就算 世界上来说 大家都知道他是输到一跨一跨的 但是他只要继续牢牢掌握着那个军权 包括他有的近卫队 有他的警察队 他能够镇压着那些民众的话 他做个大内宣说自己胜利都可以 他喜欢怎么说都可以 他总之说得通就行了 他知道自己在说谎 他知道民众知道他在说谎 民众又知道他在那里撒大炮 知道真相是怎样 但是 喂 只要你不需要说 叫他们走上前线做炮灰 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懦弱的啦 难道到时又走上街头反普京不会呢 是不是 过去这么多年都不会 只有零星的抗议 反对派都搞不成气候的 被普京潜制到是 因为他没有的 他有近卫队嘛 他有枪炮嘛 所以 其实他是可以找得到个下台阶的 他是能够使得政权是存续的 总之他是能够霸住俄罗斯土皇帝这个位置 直到他拉柴为止 接着我们来看看《卫报》的一篇报道了 原来英国的情报机构GCHQ 那个的主任叫佛内明 我们之前有提过这个人 他就说 没有迹象看到俄罗斯是准备在乌克兰或者周边地区 使用战术核武器 他们是有持续地监察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以及俄军是不是试图将核弹头和常规的导弹进行配对 英国是怎样进行监察的呢 原来将这一类这样的战术核武器的弹头 移出去武器库 再和这个导弹进行配对 是需要时间的 英国的GCHQ 和美国的情报机构 就可以监控到这一类的行动了 就是说他当那些这样的弹头 从武器库搬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这个是说战术核武器 至于另一款战略核武器 就是配备在远程的洲际导弹上面 美国有这个技术 俄罗斯都有这个技术 那些就是核揽炒乱吹的了 但是现在普京没有说用这一架 当然很多人常说 普京说的东西不可信 其实不需要信普京说的东西 而是你看到 那么多种的迹象都显示 现在俄罗斯军队已经是去到强奴之末了 普京也都是寻求着 要退场 所以才找埃尔多安去谈 如果他不是的 什么特意山长水远飞到哈萨克 又找埃尔多安一起谈谈什么 有些人常说他生癌 就想一起揽炒 一心寻死 寻死不用谈那么多 还搞那么多布局干什么 分钟他一下病发的时候 拉柴 他看不到这个核揽炒出现了 故此 普京是否身患绝症 当然就会影响到他的判断 但是 是不是这么轻易 就使得整个战争 提升到一个核战的层次呢 他背后还有很多人 是不是整个 俄罗斯军方的高层 是否同意他这样做呢 是否要普京一个人的意愿 就能够发射得到核弹呢 我不相信是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现在俄乌战争的前线 的战况是怎样了 乌克兰就持续击退俄军 光复领土 好 根据最新的报道就说 乌军在对于劳金斯克 铁路枢纽的凶杂行动里面 摧毁了大批的俄军武器 另外 俄军在克尔松 扎波罗热 和顿内茨克 都是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炸下有一些 炸下有一些 那些军备就是这样 不见了 但是俄罗斯的生产进程 肯定追不上这个损失 所以普京才软化而已 好了 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再跟大家跟进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